踏出这一步 有可能会万劫不复 你可要想好了 九龄汤没有退路了 锦绣 这两副药已经包好了 你给周夫人家送过 您是大夫吗 他是大夫 有什么事进来说吧 大夫 锦绣 收拾监房出来 让陈七备去毒汤 怎么样了 药好了吗 好了吗 这锅好了 这锅马上 你没事吧 没事 解开看了 没事没事 我真没事 你别碰了 你别碰 我来 好 我从来都没见过 九龄如此担忧的样子 给成语治病的时候 都没这样过 你也别太担心了 熊小姐啊 会想那法子的 但愿吧 慢点啊 药开好了 娘 我难受 姑娘 姑娘 听话 一会就好 娘 我难受 九龄 药好了 好 听话 把这个拿走 上来 快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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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姑娘 听话 大姐 先把去毒汤喝了 能暂时稳住病情 来 来 姑儿乖 姐姐先为你喝药啊 来 张嘴 咽下去 咽下 郑大夫 您可真是活菩萨呀 你们该怎么感谢你啊 先别谢我 这个病也不见得能够治得好 来 郑大夫 我就过玩这一个孩子啊 你快起来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它 郑大夫 我求求你了 你先别着急 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个病 我不知道啊 一开始以为是虫子咬的 后来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村子里好多人都得了这个病 后来就开始死人 我们以为到京城来能有救 你要知道这一路上 各村人都得了这个病 死的人越来越多 那没有人报官吗 不知道 到京城来的肯定还有 我知道您是 您是善医 大家都说您是善医 你一定有办法救救他 一定能救他 我给您磕头了 我给您磕头了 大姐 郑大夫 我求求你了 你快醒了 你快醒了 我求求你了 一定救救他 你放心 我一定尽力而为 你先把药喝了 来 官儿 我们接着喝药来 你怎么来 我正要找你呢 一时间涌进来的病人不计其数 京城都乱套了 你却什么打扮 我收留了痘疮病人 痘疮和老鼠疮完全不一样 痘疮更加凶险 怀王得的根本不是老鼠疮 那是太医院推卸责任的说辞 这帮人都敢弃军了 所以太医院这帮人 一定会说自己不会治痘疮 推到你身上对不对 痘疮本来就无药可治 病人只能靠药物维系 生死要看自己的造化 那涌进来的病人 一定会引发骚乱 踏出这一步 有可能会万劫不复 你可要想好了 九龄堂没有退路了